字幕字幕-PK 哈啰大家 相信大家有看到我上一支影片的人呢 就知道我現在在美國的Florida 我做的是Scandinavian Airlines 也就是北歐航空 然後先從Armsterdam's Heeper Airport 飛到Sweden Stockholm 然後再從Stockholm 飛到Miami Airport 然後這過程耗時了大概有 13、14個小時 因為還有韓轉機的時間 我在荷蘭的溫度大概落在10度 然後飛到瑞典 是7度 然後在7度的地方 飛到這裡來的時候是28度 整個溫差落差超大的 這趟旅程我真的是蠻幸運的 因為從那個Stockholm 飛到Miami這段路程呢 整架飛機基本上都是坐滿的 然後就這麼剛好 我旁邊這個位置呢 沒有人坐 所以我超開心 我一個人坐兩個位置 所以後面有好幾個小時呢 我就是一個人躺了兩個位置這樣子 所以很舒服 我都不會覺得說 喔 飛行有多麼的不舒服這樣子 畢竟我是躺下去睡覺這樣 就還蠻開心 真的是算蠻幸運的 飛機餐的部分呢 飛機餐的部分呢 算是 嗯 有出乎我意料的 嗯 難吃 但是那個Pasta呢 還OK吃 就是 中規中矩 就是飛機餐的Pasta 但其他的呢 真的是要不是太甜 不然就是太硬 不過我覺得這個 北歐航空的飛機餐啊 的那個包裝 都做得好可愛喔 看看那個牛奶 整個就是 怎麼會做這麼小的包裝 我覺得好可愛喔 整個旅程啊 就是那個 Coffee&Tea Service 他們會有很多次 基本他每次餐後 都會有 兩次茶 兩次咖啡這樣子 所以整個這樣 航班的那個 茶跟咖啡的那個 Service呢 落在會大概 八次 八九次這樣子 可愛包裝 牛奶啊 每一次茶跟咖啡 他們都還是可以 讓你一直索取 這個真的 我覺得是大加分 那我再來呢 要來跟大家開箱 我在Florida 住了三間飯店 那第一間呢 是位在Miami Beach 然後我在那邊 住了兩個晚上 第二間呢 是在Fort Lauderdale 也是住了兩個晚上 那我現在這間呢 第三間 就是 在Hollywood 不是你們想像中的那個Hollywood 是在Florida的Hollywood 那因為我明天 就是還會再去一次Miami Beach 然後這邊算是 一個過渡站 就是從Fort Lauderdale 然後再回到Miami Beach 中間的一個過渡 然後這邊其實就是 還蠻荒涼的 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一直來這邊 就是算是 就是會整天待在這邊 然後 用用電腦啊 整理一下有素材之類的 但這間飯店蠻有趣的 我等一下會來開箱這間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間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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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間飯店呢 算是大廳非常的漂亮 然後整個看起來都還蠻OK 第一位置什麼都超完美 只是房間我開進去 真的是有點小殺眼 想說 也太小了吧 這跟大廳長得很不符合耶 但是還是就是 應有盡有啦 我也是 就 嗯 也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畢竟你知道Miami Beach 那邊的飯店都超貴的 再來第二間呢 就是 在Fort Lauderdale 那這間呢 其實我算是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有廚房 然後整個就是 環境就是很像度假村 廚房呢 我非常喜歡的是 它 可以自己 就是去借那些餐具啊 鍋具之類的 然後冰箱還有冷凍庫 然後整個就是一個 還蠻大型的冰箱 而且最開心的是 那個飯店讓我 人生第一次見到 碗熊本人 我看到的時候我還很訝異 我就剛剛看著他 然後他也是這樣看著我 Oh my God Are you Raku 那再來呢 就是第三間 也就是這一間 這一間呢 我為什麼選在這邊 錄這個開場 就是因為 它是唯一間 採光最好 光最美的 你看 它就是長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然後外面就是停車場 進來呢 房間就是中規中矩啦 嗯 沒有什麼好 好說的 可是我就是覺得很神奇 是美國的飯店 為什麼人氣都裝在這裡 不是上面 那是裝在下面 從第二間開始 都有微波爐耶 那這間也是一樣有冰箱 然後基本上每一間的設施都會有這個 嗯... 熨斗跟這個 然後都是這種 嗯... 開放式的衣櫥 然後難得可以讓大家看到我房間是 剛入住的樣子 所以我心裡一樣都還沒開 現在看起來就是很整齊 然後我剛剛一來太餓 我還直接點了Uber 超貴的 那這個是廁所 那我本人呢 我還是得再講一次 我不是那麼喜歡在浴缸裡面洗澡 然後還用這種 蓮蓬頭 它不是蓮蓬頭 就是一個噴水的設施 那我們再來呢 就要去看外面 就是這一間飯店呢 它主要不是 房間特別 而是 給你們看 它這個 算還蠻大的 然後是離我最近的出口 你看這裡 有游泳池 哇 超酷的 我沒有想到是它這裡游泳池 因為我在訂房間的時候 其實根本沒有看到游泳池 那我剛剛入住經過 看到整個游泳 哇 其實我是有戴泳衣的 但是就想說 算了我還是不要下水好了 畢竟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所以今天就沒有想要下水 然後 帶泳衣是因為我要去海邊的時候穿 OK 那以上呢 就是我在Florida的三間飯店的開箱 那接下來的五天呢 我全部都會在Miami Beach 然後我會住在Hustle 不會再換來換去 也是也蠻開心的 因為 一直這樣搬來搬去 其實還蠻累的 對 你要去看 又去海邊 去海邊 車營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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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呢 是我在 Miami Beach的第一天 那我現在呢 要去吃早餐 然後這個Miami Beach呢 可以就是搭這個 公車不用錢 就是這一版 然後想要去吃 Shack Shack 耶 來了 這個是不用錢的 我現在在的這一區呢 是Miami Beach 充滿著就是 商店的一區 它就是很多餐廳啊 然後很多逛街的地方 來到了我要吃的 Shack Shack了 耶 期待 感覺我是第一個客人 因為它十點半才開 現在是十點四十七而已 謝謝 我點的是冰茶 然後 薯條 加起司 然後這個就是 一般的漢堡 就是我點那個 菜單上面第一個的漢堡 喔 而且這個茶是無糖的耶 太讚了吧 而且好喝耶 它就是茶葉的茶 然後是紅茶 這薯條 完全就是我喜歡的那一種 牛肉的味道 我覺得 就是我很喜歡的那種牛肉的味道 真的很好吃耶 我覺得是比那種 賣到嗎 可能今天要好吃更多 됩니다 好的 解釋 解釋 OK 就要喆緊 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呢 在做晚餐前的运动 就是 眼部运动 眼部运动顾名思义呢 就是 看一些帅哥肌肉男 我眼睛 就会跟着健康起来了 手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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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